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发生过一次问题 就是CPU爆满 虚拟主机的CPU爆满导致网站打不开 然后重启一下就好了 今年续费的时候呢 我建议客户升级一档试试 也就是专业版 优惠之后每年1700 可没想到没过多久 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又是CPU导致网站无法打开 而且连个通知都没有 到虚拟主机的控制面板可以重启服务器 但是重启之后 会出现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提示 操作异常 重启几次都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 但是大概过了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之后呢 又会重启成功 网站又能打开又可以访问了 这个问题在这个网站上遇到过两次 这个网站用的是Wordpress 我还有另外一个网站不是Wordpress做的 也是PRP的 用的是阿里云的虚拟主机独享版不是共享版 一年也是不到1000块钱 它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去年出现过一次到两次 也是通过重启的方法解决的 看来这个问题和Wordpress无关 如果是网站自身程序的问题 它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会非常高 而且非常频繁 但是通过我的观察 这两个网站用的不是同样的系统 每年只有一到两次的报这种错误 很显然和网站关系并不大 我也咨询过阿里云的基础支持 提交公单 他给我的反馈是检查日志 从FTP可以下载 当CPU爆满的时候 FTP也是无法连接的 只能等到CPU重启之后 网站能打开了 才能通过FTP下载log文件 也就是日志文件 从那里面可以分析到 是哪些IP地址 对网站进行了频繁访问 说白了就是攻击 阿里云的客服给的解决方案是 把那些攻击这台主机的IP地址 挑出来 然后进行阻止 但是经过我的观察 攻击的IP地址是没有规律的 即便你赌上了这几个IP地址 或者是IP段 明天或者后天或者什么时候 又有新的IP段进来 这是防不胜防的 我觉得这个防范思路是不可取的 阿里云的基础支持给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升级到ECS 也就是服务器 我后来上网搜索 搜索关于阿里云的虚拟主机CPU爆满 有很多用户遇到了这个问题 肯定不都是wordpress网站 什么网站都有 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看来这是阿里云虚击的一个通病 最有效免费的解决办法就是重启 如果重启的次数非常的多 建议升级到ECS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好了 这节课就是一个经验分享 我们下次课见